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图布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讲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信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前面咱学过了文件处理 对吧 文件上传也算是文件处理的一部分 文件上传大家如果玩过网络 玩过网站的话 基本上都遇到过 比如说妹子 我这台是服务器 你是客户端 你打开浏览器之后 选择文件 把文件上传到服务器上 是不是这样的 文件上传咱们分两个文件上传 第一部分 因为咱们是刚开始学习 所以先要介绍一下文件上传一些必要的设置 好吧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既然文件上传需要客户端于服务器端 那得看一下表单得必须满足什么样的情况 听说吗 那我们来看一下表单必须满足什么样的情况呢 客户端上传肯定是BS结构的对不对 留言上传 所以咱们要看一下表单上面需要的知识 所以我们现在写一个上传用的表单 比如说 比如咱们就是up form.prp 对吧 当然也可以是rtml 表单都可以 假如我分开两个文件写的话 我可以叫rtml 可以吧 然后我在这里边写上一个 然后呢 提交给uproad.prp这个文件 所以我需要在这个文件里边 对吧 uproad.prp来接受文件上传的内容 是这样的吧 对 然后呢表单当中很好写 直接写上这些就可以了 写个 对吧 对吧 表单里边除了有文件上传的东西 是有一些其他的取样 对 比如说咱们给添加商品的时候上传商品 图片 对不对 所以比如说 等时候来一个商品 假如说咱们这块直接来个名字 随便写个表单就行 嗯 input 类型等于 pst 比如说 name 就叫做 用户名 对吧 归留值等于空的 啊 除了有 这就代表有其他的表单 那文件上传必须用到的表单 是这个 比如说上传 这个是用不明的上传图像 对吧 嗯 上传 用这个up 是吗 pic 可以吧 然后input 类型 等于 file类型 才能选择文件 对 然后name等于 比如说pic图片 维留值等于空 第二 那上传咱们还需要有个什么呢 就是提交按键 这个呢 有个字 submit v6 等于 up ro d up laug 然后 其他的就写了 v2 化行 这样的话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表单 好吧 up hold tmr 这是不是就一个表单呢 对不对 有输入用户名 然后假设这些用户图像 一点上传 是不是全上去 这话我们可以选择任何一张图片 我们都可以上传到服务器 是这样的吧 嗯 那这个表单我们到这就写完了吗 还没有写完 必须有几点必须注意的 第一个必须注意的就是什么 上传的时候一定要用post的方法 盖的方法上传不了 听着吧 所以这话我们一定要把方法 改成post 必须的 因为盖的方法是不能把上传 文章团上去的 能记住这一点了吧 这必须改成post的 还有 烟习type 平时咱们没用过这个词 没用过这个属性 这是一种编码方式 对吧 对不对 平时咱们没用过 为什么没用呢 因为呢 只有文件上传的时候 才需要把这个传输方式给改变 平时它是有一个默认值的 听着吗 那改成什么值呢 也就是文件上传的时候方法 必须post的 传输的编码方式 必须改成 这个字 它就是一种编码方式 所以大家也不用说去理解 是什么样的编码方式 你就记得文件上传的时候 我必须得把编码方式改成这个 才可以 能理解了吗 两点是不是必须注意啊 对吧 还有一点是可选择 什么可选择呢 就是我要加一个隐藏表单 但是隐藏表单一定要加在这个 file类型的上边 您图的类型等约 HIEP 这个不是必须的 然后名字 但必须叫附近的一个值 然后归留值 那名字叫什么呢 看好了 必须叫这个 最大的文件尺寸 刚才我说过了 这是必须加的吗 不是 不是必须加的 然后后边尺寸就是说 我指定是自己啊 这是一配对不对 这是一兆 接近一兆 对不对 是不是这个方式 那这个 隐藏表单有什么意义呢 比如说 服务器里边 只允许你上传 比如说 一兆的东西 对不对 那你拿个电影几百兆 对吧 那你上传了等了好几 假如我快慢的话 等了好几个小时 对不对 问题是你文件过大 你是不是觉得很不过 对对不对 那怎么办呢 你如果加上这个 后边写上一兆 那这传接近一兆的时候 再它就怎么了 这就给提示你了 对不对 而不用传几百兆就提示你 只是一个用来我们上传提示 你说文件太大 不能上传用的一个东西 对吧 你要不加这个的话 那就没有什么提示了 对不对 但这个真能防住用户上传只能限制一兆吗 记着 只是一个什么 君子的一个约定 那有君子那就有 那的就有小人对不对 也不能说小人 就是有一些黑客 可以自己做标单吗 自己做标单就不写这个 你就可以绕过这个设置 所以真正限制文件上传大小的不是他 他只是一个给你一个永好的提示 明白这意思吗 所以这个尽量我们在写文件上传要写 那这里边表单上我们需要写的地方 记不记住 对吧 再重复一下 必须有方法 传输方法 传输的编码方式 因此太大必须改成这个 如果不改成自己编码方式 你根本接不到文件上的东西 听懂吗 然后这个是可选的 但是你可以把它看成必须的 对不对 名字叫这个 要写在文件上传的上面 才起效果 对不对 后边你吃一个字节 只能大小 我指定的是接近一兆 你看这就是表单 我们需要注意的东西 对吧 表单需要注意 那么我们现在 如果要上传文件 表单写完了 是不是就服务器端 需要一些设置 对 我们就得看一下 服务器端有这么几个值 我们一定要设置一下 打开 PSP的配置文件 搜索一下 搜索一下 来一张 File 塞滑线 R ROV DS 这个必须得开启 这样的话 PSP才允许你 用RTDP把数据上传下来 对吧 你不开启的话 你怎么上传呢 对不对 所以这个属性 配中间的属性 一定要开启的 然后对 然后上传的时候 一定要指定上传的 这个属性 什么 默认是不是两招 开启的 对不对 是拼批允许我们上传文件的大小 那你觉得两招比较小 说我上传有五兆的 有八兆的 对不对 那你就可以把这纸调一调 对吧 别忘了 改变配置文件之后 一定要干嘛 从起来 对 从起来 记住了 服务学的人就有上传是两道 对不对 那改变文件上传大小的 不光是这一个值 为什么不光是这一个值 看好了 我们在上传的时候 除了有文件上传 是不是还有这个表单 比如说用 比如上传 一个贴在一个商品 商品的介绍 商品的名称 对不对 对吧 对 那记住 这些都是通过表单传上去的 也就是都是通过HTPP的POST的方法传上去的 对吧 那如果表单上传 假如服务器 拼击 我们上传是两招 那表单上传允许我们十几招 那表单传过去是无传播需要 对 所以我们需要再改变一个值 什么值呢 就是这个 POST的表单 最大值的是这 POST 搜索 在吧 你再 来看 那叫 最开始 POST MX 看到这个了吗 对 八兆就在 默认是八兆 对吧 而且有一个规定 POST的表单 除了有文件上传的东西是怕有其他东西 对 所以这个值 你一定要 下边这个值一定要比上面的值要大 听懂吧 因为文件上传也是通过POST进来的 那POST的不光是有文件上传东西 还有其他文本的东西 听懂吧 所以上下边的值一定要大一堂 这两个值得说最大呢指定多少呢 最大尽量不要超过你服务器的那几次一半 听懂吧 因为你服务器那次已经全账满了 那还不干别的事呢 对不对 那还有一个属性 就是上传的时候 你得上传 你在不直接误录的时候 它已经在服务器端了 而是在服务器的临时路径下 听懂吧 然后你需要把从临时路径下 考到我对应的我想要的路径下 这样的话才完成一次上传的过程 对吧 而如果不管拷贝没拷贝 从临时目录考出来 那临时目录上传的文件 都是当脚主运进结束之后 它自动就删掉了 为了安全就删掉了就在了 那这临时目录呢 咱们平时可以不指定 你不指定的话 就用你操作系组 扩认的临时路径 听懂吧 所以这是咱们需要上传的时候 服务器端的需要的配置 当然了默认配置这些都是可以的 但是你需要调整的话 需要调整这几个值 对吧 那我现在把上传的内容 怎么的 是不是提交给Upload里边去了 对吧 那咱平时接手表单 Post的过来的值 咱们用什么呀 你看好了 用的是对 Prent R打印一下 我这边先输出一下 IQO 什么PRE 原型输出对不对 然后再输出一个 鞋盖 PRE 你看 平时我们用$下入线 Post 看到了吗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表单里边 我们稍稍改动一下 我如果不加这个词 我如果不加这个编码方式 对吧 那我们 你刷新一下 我这用户名 比如说叫做 哈喽 对吧 浏览了一个文件 比如说随便我点了一个 我一上传 看到了吗 是不是这三个值都传过来了 用户名 最大尺寸和PIC 对不对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把这个图片名加到数据库 真正的图片是没上传上去的 听懂吗 但是你再看一下 我如果在表单里边 加上编码方式 看到了吗 加上编码方式 我再重新 刷新一下 我再写个 哈喽 对吧 我再浏览一下 再上编一下 看到了吗 是不是这俩是有 谁没有了 是不是选择文件的PIC没有了 对不对 如果你在pose里边看到有PIC 说明你在表单里边 没有设置这个成功 或者写错了 或者没成功 对不对 或者没写 这样的话文件上编上不了的 对不对 所以咱们平时有文件上编码方式 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 把数据该组加的数据 还怎么加的数据 对吧 但是这里边写了这个词的话 你看一下 多了一个谁啊 到了下方线 Files 多了一个这个超全击数据 那所有文件上编的东西 是在这个里边 所以呢 咱们接收一个表单时候 要用两个超全击数据处理 一个是处理其他的文本 一个用Files处理文件上编 你如果加上这个词之后 你看啊 我如果不加这个词的话 你看这个数读里边的值 我刷新一下 如果不加这个词的话 哈喽 你看是不是这个Files数据是空的 Pause的理由 对不对 如果我加上这个 那么情况就变了 对吧 加上这个 我再后退一下 咱进一下 还是哈喽 然后 再选择这个文件 Upload 看到了吗 现在是不是这里边没有了 但是到了下方线Files 是不是有这个PiC呢 对不对 而且这里边是一个二维数 这个就是我们 在表单里边写的这个名称PiC 对不对 然后这里边就是针对这个的 每一个选项 包括什么 你上传的文件的文件名 对吧 你上传这个文件的MIME的类型 你上传这个文件的 在临时目录下的位置 和临时文件名 那我只要将临时位置的临时文件 我考虑出来 能学过文件处理 选不许我考虑 考虑出来文件上传就不通 对吧 然后错误号 然后什么 这个就是 对 上传文件的实际大小 他们的几个属性了 这就是我们在做文件上传之前 需要了解的知识 那下一个咱们就把 文件上传把它弄成功了 是不是就可以吧 对 你可以详细对一下这些课价 我们看一下 这到了看来 多为书组里边有的知识 对不对 这是上传需要注意的事项 这里面POST的方法 编码方式 对不对 最大尺度 必须放在什么之前 对不对 然后是浏览器 说的浏览案 对吧 这里边 课件里边注意事项都有 这就是我们这几个特的主要内容 文件上传之前的一些必备 需要学的一些知识 好 谢谢大家 这节课就就到这里 再见 初学者在学习一门编程语言时 总结能力非常差 胡乱学习 对学习的内容和方法没有掌握 对行业的发展毫无了解 对自己的未来也很迷茫 为此 风格推出每天60秒语音 为你答疑解惑 加入风格微信公众账号 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用微信扫描二维码 或者搜索高乐峰兄弟脸 出来一个高大威武 有内涵的帅哥 就是我了 点击关注 我就会天天骚扰你